是新人叮当 你不是 这几个人的耳朵那么好骗吗 你看我眼睛扣得小离你这么远 我都看得清楚 要说现在的明星有多会玩 在节目上假扮学员来整股同行 一开口就暴露了自己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陈一迅可真是太皮了 在中国新歌声上 他假扮选手演唱十年 抬口就是大型车祸现场 咱就是说一首歌能把调全部唱跑 也是不容易 能把那个所有的音都唱跑 这挺难的 不过当陈一迅认真唱进这歌的时候 也是瞬间暴露自己 台下导师也都是分分秒拍啊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在综艺四哈里 邓紫棋同样乔装整骨了邓超 陆涵等人 虽然不是假扮学员 但他假扮的服务员 这也是相当的到位了 开口前台下一无所知 开口后秒被认出 这大概就是歌手嗓音的辨识度吧 他刚才真没认出来啊 可是我们终于把你逃 一个句号 你还不想一点烦恼 老郑总算是知道 萨贝宁为啥能用一首小白羊 就被保送到北大了 在央视节目出彩中国人中 萨贝宁乔装成选手 荡气回肠地演唱了 涂鸿钢的惊中豹国 并且站在台上十多分钟 愣是凭着一口素谱 骗过了场下所有的评委啊 你喜欢这套衣服吧 有点软 有点什么 有点软 热热有点软 萨 萨出来一下 萨贝宁 你好大的胆子啊你 你搞什么呢你 我怎么搞你 一开始他们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拒绝的 是王祖兰 Yo check it out 我是来自广州的王家豪 一名叫小肥肉 电话里头曾经是你 最温柔的声音 是王祖兰 现在只有一期冷漠的回忆 不过要说办学员最专业的 那还得是王祖兰呢 在梦芝声上摇身一变小肥肉 化身为练习生整股导师 连唱带跳的表演 也是弄得台下导师一脸懵啊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老郑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你不想见 你不想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